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是亮仔 最近程序员的案件一直备受很多穷迷的关注 因为他作为前主席主席 做出这种措施 让很多穷迷十分的气愤 也非常的想知道了 和他有关的一些相关人员 甚至他的家族到底有没有犯错 目前根据媒体人透露的消息 我们才了解到了 原来不仅程序员 他的儿子这个太子爷 在最近也同样被曝光了一个贪腐内幕 这也是涉及到的一些相关案件 甚至比他的儿子老子更加严重 影响也更加恶劣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首先前段时间 竹台铭记李玄社交平台当中 明确表示程序员的儿子跑不了 但是当时他没有透露具体的罪名 但从整个竹台里面 这么有名的记者口中说出这番话 也证明程序员的儿子 很明显已经涉及到原则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受到重罚 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就在最近在我们国家提议总局官方 都正式发生说要严查 假赌黑的情况之下 李玄也终于是大开金口 向球迷透露了 程序员儿子这一次具体的贪腐内幕 那么具体的一些细节 是和影员贪腐有关系 很多球迷可能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是特别了解 那么实际上其实在整个中商 或说在中国竹台里面 涉及到球员影员这个费用的话 这个金额是十分高的 好比说像此前阿兰 洛国富高拉特这些国外的球员 被影员来到国内之后的话 那么他们的这个影员费用呢 动不动就高达上一个亿 甚至是好几个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程序员的儿子呢 这一次涉及到 相关球员影员的一个费用问题的话 无疑呢 也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 虽然这一次具体的金额 还没有透露啊 但是考虑到此前的一些 球员影员案例呢 这一次涉及的金额呢 不排除会比较惊人 甚至有可能超过 李铁此前一个亿的存款 所以在接下来一点来看的话 不少媒体也认为 程序员的儿子这一次 甚至有可能比他的老子还要贪 而且放下的问题 不排除会更加严重 所以说实话 这一次对于程序员的一家人来说呢 真的是货不单行 不仅是程序员这一次名誉扫地 连他的儿子也参与进去 那么后续查清楚之后呢 还有可能呢 在他的一个儿子身上 还查出和他的家族更多关系的一些利益网 到那个时候呢 不排除还有更多的人员呢 会在这个卷入其中 甚至也因此受到重罚 所以说实话 这一次的一个视线呢 也给我们很多球球人士提了一个情 就是说呢 你在自己的本职工作 就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 为整个中国主台谋发展 而不是把自己的家人呢 一起拉入这个主台里面的话 去瓜分我们的利益 阻碍中国主台的发展 这种行为不仅是我们的球迷 包括官方调查组也肯定不会放过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